多項式不等式與分式不等式 那我們在看多項式方程式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解方程式的概念 那在國中的時候有講過那個二次方程式怎麼解 大概就是如果可以做音式分解 十字教程法音式分解就分解 那不能分解我們可能就用配方法把解寫出來 那甚至有時候有某些二次多項式他沒有辦法做配方 講錯了他沒有辦法寫成一次音式的樣子 就是他的他那個算出來的這個方程式 假設寫方程式的話方程式的根 他不是實根他是須根的樣子 那換句話說他就是沒有辦法做音式分解 那一般的多項式 就是這邊有個概念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多項式他如果要去做音式分解 就是我們在實係數裡面就分解成這個 就是係數都是實數 係數都是實數不一定是整數 係數都是實數的時候 那這個一般的實係數多項式要做 要做音式分解的 他一定可以分成一次音式 或者是二次音式 就是他如果有三次以上的 這個音式他一定可以在 一定可以在做分解 就分成一次或二次 那這個所謂的分成二次的這個二次指的就是說 他的判別詞小於0 指的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再分成一次的樣子 所以所有的多項式 所有的多項式要做分解的話呢 我一定有辦法 這個辦法當然不曉得 就是不曉得什麼方法 但是他一定可以 他一定可以分成一次音式 或者二次音式的樣子 那他如果分成一次音式 我們來看圖形 就表示他這個 他如果可以分成一次音式的話 就表示這個函數 他跟x軸會有交點 他如果有一次音式 那一次音式的那個根 真的一次音式 譬如說s-1 好那 這個根就等於 s-1等於0的根就是1 那他就會在 他就會跟x軸就較於10這個點 就是點10這個位置 好那他如果有一個二次音式 譬如說 沒有辦法分解的 譬如說s平方加x加1這種 或是s平方加1這種 二次音式他沒有辦法再做分解的話 那就表示他在這個部分 他跟x軸呢 他沒有交點 好那所以我們在 在多項式 在考慮他的 多項式不等式 或者是分式不等式的時候 我們要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多項式 一定可以分解成一次或二次音式 那當我們有辦法 把它分成一次或二次音式的時候 用各種可能的方式 當我們分解出來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這個 函數的圖形 好那怎麼考慮函數圖形呢 譬如說我們用這個例子來看 就是下面這個 圖形的例子 f等於s減1乘以s減3的三次方 乘以s減5的平方 再乘以s平方加x加1 它的圖形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 呃 首先可以看到這個s平方加s加1的部分 它的判別是小於0 好 它判別是小於0 所以表示它 這個部分它就不能再分解 那換句話說它在這個部分呢 它跟s 它不會有根啦 它沒有根 就是它等於0的時候 就是 不會有s帶進去讓s平方加s加1等於0 好 所以 它在 這裡其實就不會影響到這個函數跟 s軸焦點 好 它不會影響函數跟s軸的這個焦點 那所以這個f它跟s軸的焦點呢 它只會有 前面的這個s減1 就會有 交於這個 呃 跟s軸交於10這個位置 然後s減3的三次方 它就會跟s軸交於30 然後s減5的平方就會跟s軸 交於 這個50 好 那但是它的相交的情形怎麼 怎麼 怎麼相交呢 我們大概就這樣想 它如果是基數次方 譬如說s減1的1次方 s減3的3次方 那它的圖形就會穿過x軸 好 那我們這邊的穿過有 可能會有 呃 不同的形式啦 它 譬如說它就是 大啦啦的就直接這樣穿過去 但是它也有可能像這樣 像滑水道一樣的 就是 滑到3次 滑到這個s軸的 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再滑下來 就是它有 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怎麼樣它就是穿過 只要是 只要是這個基數次方 不管怎麼樣它就是穿過去 那偶數次方的部分呢 偶數次方的部分呢 它其實就是跟s軸 就是 它 其實講反彈也怪怪的啦 但是就是說它 會碰到s軸 但是它不穿過 它其實是相切的 它其實是相切的 那就是輕輕碰到 然後就 又再 彈回去 但是它的 但是它的這個 呃 它還是有碰到s軸喔 它還是有碰到s軸 但是它不會穿過 s軸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方式來 看這個 來判斷這個圖形 那判斷圖形之後又怎麼樣 它要看 比如說以這題要求f 小於等於0 那f 就是 函數值 如果我們以圖形y等於f 的話就是這個 y的值 它要小於等於0 所以y小於等於0是什麼 就是在下半平面 所以就是它在下半平面的圖形 的部分 就是 要求解呢就是什麼 就是 x x 在什麼位置的時候 它的對應的函數值 會在下半平面 所以當s在哪裡 我們就看到圖形 當s在1到3之間的時候 它的函數值會在下半平面 當s等於5的時候 當s等於1等於3等於5的時候 它的函數值會等於0 小於等於0就是小於或等於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那解寫出來 s在1跟3之間 還有s等於5 就是它的 這個f的小於等於0的解 好這就是比較簡單比較基本的這個 多項式不等式的解法 那 分式不等式又是什麼呢 分式不等式 它的 概念其實 它其實就是 分子分母的部分都是多項式 的樣子 好那我們只要做一個很簡單的想法就好了 我們如果看到a分之b大於0 那它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 分子跟分母都要同號 就是a跟b都是正的 或是a跟b都是負的 那它才會大於0 好那什麼情況也可以表示 這個ab同號呢 我如果說 這個 a分之b小於0就是ab1號 就是相對的 那 什麼時候什麼情況就是ab同號呢 我們有另外一種寫法就是相乘 a層b大於0 也是ab同號 那a層b小於0呢 就是ab1號 對不對 兩個相乘大於0就是 正正得正 負負得正 就是要同號 那兩個相乘小於0就是一正一負 好所以 我們就看ab大於0 它的情況其實就跟a乘b大於0的情況一樣 所以我們如果寫這個g分之f大於0 那它的解呢 就會跟f乘以g分之f大於0的解會一樣 好那我們再看這個大於等於0的情形 那大於等於0的情形 其實 還不是一樣嗎 對 差不多 但是 唯一的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它確實跟這個a乘以b大於等於0是一樣的 但是 要留意一下這個a 在分母 分母不可以為0 好所以 ab大於等於0呢 它的情形就是 跟這個a乘b大於等於0 但是分母a不可以等於0 的情況一樣 好那當然 反過來這個a乘以b小於等於0也是一樣 就是跟ab a乘以b小於等於0 還有分母a不等於0的情形一樣 所以我們就看到 如果這個a跟b都是多相似的話 就是g分之f分之f分之f分之 它如果大於等於0的解 它就會跟這個f分之f乘以 g分之f大於等於0 但是分母的g分之f不等於0的解一樣 或者我們用另外一個講法就是 它的解就跟 那個f乘以g大於0 但是分子呢 也可以等於0 的這種情形一樣 看 兩種數碼都可以 好所以我們舉 舉個例子來看 簡單的例子來看 如果我今天的 這個分式是s-1分之s加1 它要小於等於0 好 那 當然我們就講說 這個 就是g分之f嘛 g分之f要小於等於0 那 它的這個 這個解的範圍呢就跟 分子分母相乘小於等於0 但是分母不可以為0 這個解的範圍是一樣的 好那 所以我們就可以考慮 那s加1乘s-1 分式我們不曉得 但是我們就考慮這個 多項是s加1乘s-1 那它的圖形 它的圖形就是 我們剛剛講過它會穿過 S軸 它會在這個 1跟負1的位置穿過S軸 好那 它要小於等於0 就是函數值小於等於0 函數值在 在什麼地方小於等於0 就是在-1跟1之間 它函數值是 負的 好 但是呢 題目又說 不是題目就是我們這邊又知道說分母 s-1不可以等於0 所以表示 x不可以等於1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1的這個 這個位置呢把它挖空 好所以表示 那個x在什麼位置呢 才可以讓 它小於等於0 但是分母s-1不等於0 就是在 負1到1之間 包含負1 但是不包含1 好我們實際上來實際來做一個 這個不等式的題目 這邊有一個 一長串的多項式 然後要小於等於0 就是它的解 好那我們 其實仔細看一下 它每個都是二次多項式 就是相乘 每一項就是 一個二次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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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 可是呢前面的s平方-2s加1 第一個部分呢 它其實是 s-1的平方 對不對 好那 第二個部分呢 這個s平方-5s加4 它也可以做音色分解 它可以寫成 這個好像在考驗這個音色分解的功力 好它就是 x-3s-4 然後最後一個s平方-6s加10 分解看看 好像 分不出來嘛 後面加10 怪怪的 那我們就檢查一下它的判別是 s平方-6s加10 它的判別是 b平方-4ac 負6的平方-4乘以1乘以10 小於0 所以 難怪沒辦法分解 對不對 就算分成這個無理數也分不出來 它就是判別是小於0啦 判別是小於0 它不會有根 它沒有辦法做一次音色的分解 所以其實我們前面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 這個 多項式 一堆多項式相乘 那我們其實後面這個s平方-6s加10 其實是可以忽略它的啦 就是我們考慮不等式的話 我們如果只是考慮不等式的話 我們可以忽略那個 判別是小於0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只要看前面 前面這一串分解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 就是 換句話說就是這個題目 原本這個題目不等式的解 就跟我們現在分解完之後 藍色 這個字基裡面寫的這個解 的部分是一樣的 解的範圍是相同的 好那我們整理一下 它有s-1其實有三次方 那s-3有一個 s-4有兩個 所以它小於等於0 那我們就 考慮它的函數圖形 然後看它穿過還是 還是 那個反彈 的結果 那它跟s軸呢 會交於 134這三個點 對不對 然後我們從右邊看 因為它的首項係數是正的 所以它右邊是往上跑的 右邊往上跑的 那 它在4的位置 它會 應該是會反彈 因為s-4的平方 它是歐數次方 所以它這裡會反彈 然後它在3這個地方 應該要穿過去 然後在 s-1的三次方 它也會穿過去 那當然這邊 它有三次方 所以它會有一個 像滑水道一樣的方式 把它穿過去 所以它圖形 大概大致上可以 畫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它 小於等於0 小於等於0就是 等於0的部分呢 等於0的部分就是 134 的位置會等於0 那小於0的部分就是 這個1跟3之間 所以它的解 這個 不等式的解就是 1小於等於x小於等於3 或者 s等於4 這個 s等於4的部分要留意了 就是因為它 會等於0 所以它也是屬於它解的一部分 所以 這要記得要寫 好那下一題我們來看這個 分式 這個分式不等式 s減3分之 s平方減3 小於等於1 的解 好那有時候 碰到這個題目呢 我們常常會看到同學有一個 錯誤的 做法 就是 把分母往右移向 寫成s平方減3 小於等於 這個s減3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看到 同學寫成 這樣 小於等於s減3 那但是這個 這個做法其實是有問題的 就這做法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怎麼知道這個s減3 到底是大於0還是小於0 因為如果當s減3 就是如果s減3大於0的時候 我 往右移向是對的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如果s減3小於0呢 但我 往右 就是同乘以 往右移向其實就是同乘以s減3 那我同乘以一個 小於0的東西 我的大小關係要改變 那這個小於等於的 部分其實會 出問題 它在這裡其實是 是會有問題 如果s減3小於0 它變成大於等於才對 所以 如果直接往右移向的話 它是錯的 就這個 這個做法呢 它就會 有問題 所以 不能這樣寫 好 那 所以應該怎麼寫會比較好 我們要 我們其實要考慮的東西 應該是 一個函數 小於等於0的樣子 就是某一個東西小於等於0 而不是小於等於1 好 所以怎麼辦 一樣做移向 只是我的移向不是把分母 往右移向 而是把這個 小於等於1的這個1 往左邊移 變成 s減3分之 s平方減3 再減1 效於等於0 這樣子的寫法 才 才能 吻合說這個 這個右邊為0的這個 效於等於0 或是大於等於0的這種 這種式子 這種樣子 好 它的分子變成 s平方減x 分母是s減3 所以就變成這個 s減3 分之 s平方減x 小於等於0 好 那我們 就知道說 這個g of x分之 f of x 小於等於0 它的解的範圍 跟 這個f of x 乘以g of x 小於等於0 但是分母不為0 的 結果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 它的 分子 s平方減x 可以把它採成 x乘s減1 分母是s減3 把它 相乘 小於等於0 但是 這個 分母s減3 不可以等於0 所以我們就來 解這個 不等式就可以 那當然解這個不等式 我們就考慮y等於 x乘s減1乘s減3 好那因為它的首相係數是 正的 好就是 前面最前面的係數是正的 然後它會跟s軸交於 0 1 3 這三個點 好那都是一次方 雖然都是穿過 所以我們就可以畫出它的圖形 大概是長這樣 好那它要小於等於0 所以小於等於0是什麼 就是在 函數值小於等於0 就是函數值在下半平面的時候 所以哪一些x會對應到 函數值在下半平面呢 當然就是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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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然後 然後 1到3之間 但是因為它 x減3不等於0 不可以包含 3這個值 x減3不等於0 所以我們的解 就是x小於0 或者是 1小於等於0 1小於等於x小於3 好 所以這一題的解就是這樣做 好所以這個 範例1就是 範例1講的是 多項式不等式 他這個題目是這樣 他說f of s是一個多項式 但是他沒有告訴你他是幾次多項式 那 他說他f of s小於0的解是 是在3跟7之間 那求f of 2x加3大於0的解 好那一般來講這種 這種題目呢 呃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f of s看成 這個 他就 就是跟s軸較於3跟7 就把它看成 這個 s-3跟s-7呢 可以 其實可以啦 就是 就是 但是他不一定是他 就是f of s不一定是s-3乘s-7 但是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看成這樣 就是我們可以把f of s呢 因為他的解 的樣子 我們就說他的解跟s-3s-7小於0的解是相同的 我們不要直接說f of s等於 s-3乘s-7 但是我們就說他們的解是相同的 那如果他的解是相同的 那 這個f of 2s加3大於0 的解呢 就會跟誰一樣 他就會跟 就把這個 這個 前面這個x的部分呢 就把它換成2s加3吧 把它框起來這個部分 換成2s加3 所以我們就說f of 2s加3大於0的解 就會跟這個 2s加3再減3 再乘以這個 2s加3再減7 然後大於0的解 相同 我們就這樣說 就是說我們就用那個解相同 的這個 做法來做 那所以我們就 解 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不等4 所以就是 2s乘以2s減4大於0 那當然 他跟s軸加於0跟2 那他要大於0 所以是在 兩側 所以他的解就是 s小於0 或者是 s大於2 這是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直接看 f of 就是 其實有點像是 就是我把f of 當成s 3乘s減7 雖然他不一定是 但是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這樣 這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有一個方法 其實就是做 做一下變數變換 題目說 f of 是多像是 然後他 小於0的解 是在3跟7之間 那我就把這個 x呢換成t好了 所以 所以我把這個題目敘述就把它想成說 f of t 是一個多像是 且不等是f of t 小於0 的解 是 3小於t 小於7 我就把x換成t 那為什麼要換成t呢 因為我就令這個t等於 2s加3就好了 我就令這個t等於s加3 然後他問f of 2s加3大於0 他問f of 2s加3大於0 所以我就先考慮f 大於0 f of t小於0在3跟7之間 f of t大於0的解就是 3跟7的 兩側 就是小於3或是大於7 好那我把t 叫做2s加3 所以呢 這個f of t大於0的解就是什麼 就是t小於3或是t大於7 也就是 2s加3小於3 或是 2s加3大於7 好 那所以就分別解這個就好了 所以就是2s小於0或是 1項或是2s大於4 所以就是x 小於0或x大於2 所以他的解 我們當然也可以寫成這樣 好那就 你就發現這個 這個結果這個解法呢其實 有沒有考慮到f of s是一個幾次多項式 沒有 就不管他 他是幾次多項式不理他 那我們也沒有考慮說他跟誰的解一樣 並沒有 我們就是做一個變速變換 的方式 來求解 好那 題目我們就先講到這裡